大家好,我是龙2,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三,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汽车资讯吧 现在很多人出行都会选择滴滴快车或者专车,但安全一直是网约车行业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现在滴滴宣布与360打成合作,滴滴专车将陆续装配360行车记录仪 从而为网约车道路事故变责与取证和规范司机安全驾驶行为起到了进一步推进作用 日前奥迪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奥迪A5 Sportback和S5 Sportback两款车型的官图 前者采用更加实用的四门和六倍式尾门设计 前连设计则与此前发布的A5 Coupe车型保持一致 内饰也基本沿用了A5 Coupe车型的设计风格 而在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2.0 TSI汽油发动机传动部分匹配6速手动或7速Astronic双离合变速箱 而新一代S5 Sportback车型的前脸则采用了银色的前隔山设计 看上去更加具有攻击性 同时新车还采用了家族式的银色外后视镜红色刹车卡型 以及双边共四处排气设计 内饰则与A5 Sportback车型基本一致 但材质方面选用了更多的碳纤维材质进行搭配 动力方面则采用的是一台全新的Sender 0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354马力 传动系统采用8速首次一体变速箱 据悉这两款新车都将在即将开幕的巴黎车展上正式亮相 另外据外媒消息 奥迪将推出一款A9的纯电动车型 新车后被命名为A9 A-Tron 搭载三台电动机 其中两台用于驱动前轮 另一台则用于驱动后轮 综合最大输出功率或达到435马力 搭载95千瓦时的电池组预计最大续航里程将达到500公里 同时新车内部还将提供无线感应充电等功能 近日有消息称奇瑞全新紧凑型SUV锐虎机将于9月20日正式上市销售 此前公布的预售价格为10.99到16.39万元 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整体造型比较时尚 动力方面则提供1.5T和2.0T两款发动机 1.5T车型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和6速DCT双离合变速箱 而2.0升发动机则匹配的是CVT无级变速箱 今天东风标志全新紧凑型SUV标志4008 在成都神龙汽车第四工厂总装车间正式下线 新车作为海外版全新3008车型加厂改进后的产物 外观基本延续了海外3008的造型 动力方面则搭载1.6T和1.8T两种动力总成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167和204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6速自动变速箱 聚悉新车计划在今年11月正式上市销售 喜欢的小伙伴不妨关注一下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咯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微景获取更多的内容 汽车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 我们明天再见